大家好 我是混水 欢迎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的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的话 也都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最近我的patreon教别人如何利用个人理财财机 可以免息分期套大概超过30万左右的数出来 都帮助了很多人在现在一个经济困难的阶段度过难关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多些 我亦都开通了payme的点场和打伤服务 所以亦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还有我们好像说了你的系统很久 不如你都轻轻介绍一下你的系统 或者怎样可以access到你的系统的一些资料 又或者怎样可以找到你相关的一些资讯 不如你都跟我们的读者朋友轻轻说一下 我觉得可以在google 可能打NuB trade 我会把连接给你 可能会更容易 因为你问了一个好问题 怎样回答 怎样找到我呢 现在我真空了一段时间 我也不知道怎样被人认识到我 可能最简单就是我给一个 我现在用的IG 去给你 可能发布出来 那些人有兴趣 就可以通过IG去问 或者我这样的 我有这样的设计 我接下来 因为现在的市场都很差 但其实是可以有很多公布可以做的 可能8月我想弄一个超短的课程 之前已经弄过一期了 就是用14天给一些用户 用系统之外 我会教他们怎么用这个系统 找一些趋势的股票 做突破 是一个14天训练计划 连接给他们用 过去那一期成绩都挺好的 所以我想复制多次 这个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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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美股其实都是领跌 所以现在我炒股票也很 复权的方向 或者是活动的方向 其实都少看了很多大市 所以你自己对港股现在的状况 有什么普通的看法呢 也有的 其实港股是相对挺容易看的 因为它的选择不多 如果你要看港股的走向 你一定要先看A股 如果A股都不升的话 其实港股是很难独善其身的 那你看看就是 心证、上证、沪深300 已经在说穿底 如现在这一刻 我看心证 今天已经穿底了 穿回7月头的低位 我们说过也很厉害 今年4月 即2月上升了一大段 但现在已经回落了 差不多去起步点 那我觉得A股都表现很差的时候 就不要寄忘 即港股会表现好 那我觉得港股 现在来说已经挺厉害的 因为港股最近很多回购 即爸爸回购 腾胜回购 其实没有回购 应该死了 现在是相对比较迟跌 或者算是这样 A股实际上都很差 那A股 为什么这么差呢 我觉得应该是很跟经济 但我不太熟 我纯粹 我纯粹在股市里面看到的值象 就是内地的消费股是很莫特的 超级差的 你看这些白酒股 你看那些茅台 那些茅台 不用说了 茅台跌到癫 跌到癫 那些白马股 然后高端消费不行 你看那些低端消费 你看那些港股 那些啤酒股 全部都是走光的 即已经创新低 那其实你看到就是零售上 即高端和一些低消费产品 都是穿低的时候 或者是很差 那我觉得你可以看到 就是内地的经济 真的不是太好 甚至最近 内地都做很多事情 去调调房地产 似乎好像 那些月用效果又不是太高 那然后前排最多人期待的三中全会 都好像没什么下谋 没什么去说 那我觉得大家 在一个事实上 好像都不是太好 或者在一个预期上都很悲观 那我觉得在一个 这样的信念下 即是我觉得港股和A股 是充斥着很多输钱的信念 是 输家太多 我自己港股 很多都是在困难 而且我们也说一下 香港的一些消费市道 就是比较出名的金记冰室 基本上已经收拾了一间又一间 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我没有吃过 你没有吃过金记吗 我没有吃过金记 但是我就跟前CEO 最近他就认识了辞职 在Facebook那里说自己是一个潮布施的离开 那个人就是性借的 借什么法 有个一面之缘 但是当时他也很意气功佛 但是现在我想他的生意 都其实比较难做一些 我想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今天也有提到759亚信 759亚信 759亚信的遥迹都是不英俊 甚至可能在分店上都会轻微调节 旺杰龙那么厉害 都是要剪四间分店 又或者我刚刚在东京回来的 我跟我以前老板也吃了一项饭 就是月明明 两夫妻 林宇洋 林先生林太在东京生活很好 我都找他们吃一项饭 大家都谈谈商业事件 少不明也是要谈谈他的公司 其实他公司的东西就不谈多 因为我曾经也是他公司的董事 我们和平分收和离开 我也没有任何的姿势 但其实他都表现了对于零售市场的担忧 因为始终经济的东西都是互为因果 互相联统 其实大陆经济又差 香港经济亦是更加差 大陆经济可能还会有时候放水 也会有些QE的效果 又或者香港人回到北上消费都要顶得住 但是香港人都现在不在香港消费 我自己都缩减了很多在香港上的细分 我就期望香港的民生史度 零售消费飲食 其实都是经历一个难关 这个就是纯粹一些情感上的抒发 你怎样看呢 我觉得其实金记我是有吃的 因为我办公室楼下是一间金记 但我也有时候觉得它的早餐很好的 因为我喜欢吃 我不喜欢吃草叻牛 如果一间茶几多里有鲜牛 蜜藥咪或鲜藥米 我一定会吃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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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那这单新闻一出的时候 我都会看一下 零食农会说什么 笔外陌又说什么好难吃 态度很差 其實我覺得這些不是那個主因 我覺得香港消費市道是真是 不知道可以叫降級 降維 現在可以說 降維消費 就是降維 我覺得一定是因為賺錢賺得少了事 一定是在困難 其實很多人會跟內地比較 香港食肆搞不好 因為不想消費 其實不想消費 太多了香港人不想消費 但其實內地的消費市道不是那麼好 都是在玩降級的 可能你會見一些吃便宜的東西 就會多些人吃 但其實中高端的消費 都是很慘淡的 我剛才這樣說 我想起就是理想汽車 理想汽車 股價差 出底 其實一單深刻就是 他今年出了一輛新車 叫L7 他就買到很貴的 說50萬樓上 被人吵到很慘 可不可以說錯話嗎 可以說錯話 這不是TVB 是Youtube 他猜測為何會離開 就是因為他出了一輛新車 L7 被人說買得太貴 因為是賣不到的 你可以看到其實 跟前幾年車的市場是完全不同的 前幾年車的市場是非常好 什麼價位的車都會有 但是現在人們都在說 因為五球是 即是五十萬元的車是很貴 即是狂鬧 你很明顯看到其實 在一些非必勝利消費的地方 其實內裡都很慘淡的 即是八酒股 現在人們會說 兩三千元的酒很貴 即是任期 沒有可能有三千元 剛剛兩三個禮拜前 都已經說他跌價了 是的 其實你可以看到 其實內裡都是 消費上 全面跟幾年前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想 真的經濟差 經濟有多差 或者怎樣差 我不知道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但純粹在股市上 是在反映這件事 譬如像香港那樣 說北上消費 其實都是汗水車身 我們上多少人 我當我們上二百萬人好嗎 二百萬人每人都花一萬元 我能夠你多少 你整個中國大陸的體量這麼大 而且你也不會花那麼多錢 你上去就貪便宜 貪便宜 不用在香港吃千多元 吃兩三百元 四個人 其實真的超杯水車身 其實也是想說 其實消費真的不太好 即是在香港 我現在都是以省價作為一個賣點 即是我現在說股票贏多少 或者金融上的一些戰績 沒有人在乎 但是我說怎樣可以三十萬套現 解決現金流問題 還可以分歧還 大把人去乎 又或者我最近就不開冷氣 其實不開冷氣 除了因為省錢之後 我也有一些靈性上的修行 即是我開始覺得我是一個瘋子 譬如我現在是全方位降為消費 以前你認識我的時候 我也是瘋狂花錢乘Uber 吃好西 現在我可能是斷食 又過一些很簡短的生活 公共交通工具 即是有點靈地的這個說法 但我以前是每一天都是乘Uber的士 但現在我就斷了 但我不覺得 即是我認識你和現在都不是說 即是那時候我覺得你是很樸素的 我樸素是因為我衣著打扮樸素的 但其實我花費都多 但現在我就覺得時間更加好用 譬如我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時候 我就學一下法文 接著聽一下Podcast 如果是搭地鐵的時候可以露本書出來看 現在我讀書習慣又培養出來 我一個星期看了兩本書 遲到我會開一個讀書的產品出來 即是讀書的內容產品 我覺得又可能是其中一個方向 即是變相我的消費共有為 但是我的生活的Quality 我自己覺得沒有降位 因為好像我多了一些spiritual的追求 過了一些很簡約的生活 斷食 即是會讀佛經 打壓座 不開冷氣 我覺得很離地 很離地的 不是瘋狂的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大家人 很巴掌的一個生活形態 是不是很追求平靜 平靜 即是不開冷氣是有點瘋狂的 不是每個人做了林超英 我做到 但是我明白不是每個人做得到 但是譬如減低你的生活的一些消費物容 斷捨力 我覺得我們這個Generation 越來越多人是在這個方向 其實我開始想個人平靜一點 我不知道是不是創業好 很大壓力 很大壓力 我的人是有很多憤怒 即是覺得那些事情為什麼這麼難做呢 為什麼這麼慢 即是很多批判 其實也有時候要搭天時地利 我願意幫你 不過就真的看一個市場就不夠了 因為始終天時地利的事情都是 即是謀事在人城自在天 我們做到八二分的努力 可能到最後都是一個百分之一 就決定回 首先希望大家可以多點CRS 留言和分享 以及按一按訂閱的鐘仔 這個是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我們也有一個YouTube80元的會員計劃 這個80元的會員計劃 是會解答大家所有的問題 所以請留意去問 我們每一個星期都會解答 你問我們多少條問題 留多少次言 我們都會解答你的 那是非常划算的 你問我們一百條問題 我們都會解答你一百條問題 除此之外 我們也有一個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同一時間也都放在留言和 caption 那裡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這條影片做得好的話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去打賞我們 以及也都多謝一下打賞了我們的朋友 我們也都有一個點唱的環節 就是你只要在Pay Me那裡 輸入一些你想我們說出去的訊息 我們就會透過我們這個平台 就去說出去的了 那所以希望大家都善用這個點唱環節的服務 那也都除此之外 我是有一個Patreon的訂閱產品 那裡面是會爆很多黑幕內幕 還有一些獨特的獨家分析 那甚至乎我現在正在做的奇人談 是會找不同的嘉賓做訪問 那裡面也會再有一些公開不方便去說的 一些黑幕資訊都會在Patreon那裡爆出來 也都有很多的電子書 電子雜誌 還有很多的精彩內容 每個禮拜都會有一個絕密的爆是非的Youtube 那希望大家可以訂閱一下我的Patreon 那最近呢 我就最受歡迎的內容是說一下 怎樣可以幫現在香港人 是可以透過信用卡裁技 套到三十萬出來 那這一招的裁技套到三十萬之餘 也都是可以分期付款 其實是超過三十萬的 只要你懂得玩的話 那所以也都幫很多現在有現金周轉困難的香港人 就解決了他們一些的燃眉資金 那甚至乎有一些稅行的財技 是可以一月的稅移到五月才交的 那也都有這些的巧妙東西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訂閱一下 那我自己也都有一個Fortune Insight的訂閱產品 裡面就會多些上市公司股票內幕的分析 那至於90後投資經理阿賢呢 我的節目拍檔 他的投資回報也是非常之厲害的 近年都很輕易會找到一些兩三日前買 之後就會爆炸性回報幾十個%至一倍的股份 那大家如果對於投資港股或者美股策略上面 如果你們有疑問有興趣的話 也都可以找一找他 就把握現在這個機會的窗口 那至於聯絡他的方法 下面就有一張Google Form 也都有一條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那裡 都會留下這個Google Form 那大家可以去找一找他 了解一下他的那裡策略 那這個就你們自己私底下聯絡 那就無需要去經過我的 那我也都相信 今年是一個最重要的機會窗口 那大家一定要把握這一年的機會窗口 要找多些錢去做好整個人生的資產投資的財務部署